我们还有常常听到 就是在引擎的这个循环方式 有阿金森啦 甚至奥图式啦 还有那个引擎的气缸排列的方式 也不是太一样 我们就请旁总老师 稍微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吧 是是是 其实我们常讲说 阿金森啊 或奥图啊 或者也许跟他两位来宾提到的 关于柴油汽油 其实都跟一件事情有关 就是跟压缩比是有关的 我们常讲 我今天就把这个 大家很熟悉的道具带来 对 柴油可以帮我 饮料瓶 然后我们这样 活塞 就下面曲轴在转的时候呢 你就会把纵向的这一个 活动量带来嘛 对 那上下一推的时候 一推就是一个压缩 是 压缩然后往后弹嘛 那刚才来宾提到很多 关于汽油柴油 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 做很大的文章 我们现在先想 这是一个汽油引擎 OK 往下一拉的时候吸气 然后呢 进气门打开 好 油气吸进来 然后呢 到下时间之后 往上 往上 往上时候的进气门关起来 都关起来之后呢 往上一推 空气没地方跑 就压缩嘛 对 压缩到顶的时候呢 这个是什么 普拉谷嘛 它叫火星塞 火星塞在这个时候呢 点火一点之后呢 把这个被压缩的油气点燃 放往下一挤 动力就这样来的嘛 出怪事 动力就这样来的嘛 OK 好 那我们现在讲说 为什么跟压缩别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柴油引擎 没有这一颗东西 我曾经到一个车行 柴油引擎的普拉谷不用长话 柴油引擎哪里有普拉谷啊 不要乱讲 就是说柴油引擎是根本没有火星塞 它透过更长的压缩 比如说呢 18比1啊 或20比1啊 很高的压缩 挤 挤 挤到上面剩一点点的时候 因为空气分子碰撞 挤到一点点的时候呢 温度非常高 大概你不用点火 自己就到3 400度 所以刚刚有来宾有提到呢 关于这个所谓的排污 其实我个人是认不认为 但各派说法很多 我认为柴油车最主要 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担心 就是说呢 因为先天上我刚才讲 柴油引擎 它那个地方的燃烧的温度 相对是非常高的 因为柴油 我们今天点点看 那打火机去点 柴油去点是点不起来的 汽油你一点我 不得了 燃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柴油引擎相对 它的燃烧室的温度 就非常的高 那你高温的时候 你的NOX就会多 你的CO就会低 所以刚才大家有提到 柴油引擎好像NOX多 然后CO低 那你说透过很多的机制 之前讲的那一个柴油门 其实呢 简单讲的技术上就是说 你为了要降低这个柴油引擎 没有办法避免的NOX 因为你温度非常高嘛 所以透过EGα 刚才乃哥讲的EGα 它把排气端的一部分的空气呢 再度导入到进气端 再吸进去 那你看排出去的空气 本身燃烧过含氧量就低嘛 我故意把它吸进来之后呢 变成吸气的一部分 让我燃烧的时候能量减少 让我温度不要这么高 这个时候NOX就减少了 但是你想能量减少就没了 就没力嘛 所以今天变成说 柴油引擎在某些至少以目前的技术来看 你要让它NOX降低 似乎就是要降低性能 那你不要降低性能的话 就可能之前就某车场导出了 所谓柴油门事件 它根本不要让那么多的EGα 不要那么多进来 那不要那么多进来的话怎么办呢 污染就高 后来被抓包嘛 那为什么有人讲说柴油车是未来的一个 有人这样讲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在美国 我刚才乃哥也说柴油车很好玩 我觉得我认为好玩的地方在于说呢 美国之前就很多网站在告诉你说 你现在用柴油引擎 有一天没有石油 你也不用怕 为什么不用怕呢 你就去麦当劳肯德基后面 拿他们炸鸡啊 炸完薯条那个 使用油 对那个炸完的那种沙拉油 拿回家 他网站还有教你一个提炼的方式 这是开玩笑来真的 这不是开玩笑 对因为美国他们都有很大的garage 他们可以教你一个程序 怎么样什么蒸馏 怎么弄之后 加一些某化学的药剂 那个呢 炸完炸鸡 炸完薯条的油 就可以倒到你的柴油引擎 那柴油引擎要做一点点改装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 似乎我们今天石油不用的时候呢 我们用玉米提炼 我们用沙拉油提炼 是不是可以从明日的一个材料使用 所以这样来看 柴油车似乎是很有前途的 但是呢 如果说呢 我们还是不能摆出对石油的依赖的话 我个人是对柴油的未来感觉 我是比较暗淡一点的啦 对我是个人比较暗淡一点 那我现在再把这个奶 两个又要帮我了 那一般呢 我们知道奥图引擎 就是说上 从上面开始 来 进气 一 往下 然后进气关起来 二 压缩嘛 然后呢 点火 三 这时候动力来了 然后呢 排气打开 四 排气 四个循环走一次 这个叫做奥图式循环 那你看哦 我活膳要上下一次 表示去走转一圈 对 对不对 没错吧 你个圆的直径要走完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一次的奥图循环 是三百六十度转两次 对 就是七百二十度嘛 对 但是呢 阿金森式引擎是指呢 它透过下面一个连杆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示意啦 你一次的吸气形成的时候呢 其实 一次的时候 阿金森做了两次 做了两次哦 但那是很复杂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 阿金森式引擎 因为有个特性就是说 它的代数很高 然后呢 它在中高转的时候 效率非常的好 你一次我两次嘛 对不对 你才弄一次 我弄了两次嘛 但是呢 低转速跟高转速效率很差 所以呢 很多的油电车就喜欢说 好啊 我不用低转速嘛 低转速我马达嘛 对不对 等到车动了之后呢 再交给你阿金森 很快 然后到高转速的时候呢 你又没效率的时候呢 我马达再推你一把 这个就是油电式的 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场 像这一台红色 这一台Auris Auris 我们可以 旁得你乱讲 我看行路上他也讲 我这不是油电车啊 他也是奥图阿金森 双循环 那怎么弄的呢 乃哥又要帮忙了 那现在大家很聪明嘛 因为我刚才讲说 好 我们从1开始 1是这样子嘛 好 往下吸气 吸气 好 然后呢 我这个吸气 我要往上挤的时候 我进气门要关 我刚才讲的嘛 对 但是呢 像这些所谓的 累 我叫个累哦 类似的累 累阿金森 是做出模拟 你往上升的时候 我进气门还不关哦 那不关会怎么样 该吸的那一口气 会怎么样 挤出去 倒吐回刚刚的进气侧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当然你推到一半的时候 我才关 等于刚刚吸气 有一半的空气呢 你又吐回去了 对 好 然后呢 你到上十点之后 再往下 往下的时候呢 再度开启 等于说呢 刚刚吸的那一口气 被用了两次 那这样就变成所谓的 累阿金森式引擎 那你 那讲到这里说 那到底这个奥图 跟累阿金森式引擎 在循环是干嘛 这个呢 待会我们有时间 可以再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知道有些引擎 我们上次也提过 包括福斯帕萨的 一个省油树 有没有 对 就在某个时候 关闭两缸 对 有一些气缸关闭 那我们知道 今天车子呢 你要有力 就是要压缩比高 是的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 我不要那么有力嘛 我巡航而已 我轻轻地采油 我们怎么办 但是我们刚才讲 趋轴转多少 冲层就多少 压缩比不能变 那不能变 我说这个时候 我要小压缩比怎么办呢 就透过我刚才讲的 累阿金森式 让你呢 哇 账面上是12比1 在某些时候 用累阿金森式的时候呢 其实可能只有8比1 7比1 就大概这样的形式 所以有这个奥图式 跟阿金森双循环的引擎 通常油耗表现 都比较好一点 可是像除了那个 奥图式 或者是阿金森 之外呢 还有包括那个 气缸的排列的方式 像是有什么直列的啦 有V型的啊 是有W的啊 那个是不是 真的很复杂 他们到底有哪些差别 是这个 我就把活摘直接拿出来 其实我们知道 除了机车 机车像可能50系 125系单缸的嘛 所以发现单缸的摩托车 是不是带出 都很摇嘛 都很摇 那你看那种重机 乃根丸重机嘛 有些什么四缸的 四缸其实发起来就很顺 还有六缸 对六缸 V型等等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 你今天这种内阳机引擎 就是活塞要上下运动 好那你上下 你看往上的时候 到上地 你要再往下 那个瞬间的惯性是不是 你一向往前推 你要拉下来 那是不是一个惯性 然后往下到底 你又要往上 那是不是一个惯性 所以 所以整颗引擎 往上再往下 就摇一下 往下再往上 又摇一下 这引擎力 所以震动会比较大 对 所以今天只要不是单缸活塞的话 比如说两缸 好 我应该带两个活塞来 比如说左手也是活塞 我一上的时候呢 我另外一下 是不是刚好抵消 对 那我这个一下 这个一上 所以这样子 刚好抵消 所以今天不管是值二 值四 值六 都是可以除二双数嘛 那如果值六的话 一定是有三个缸 是往上的时候 另外三缸往下 那四缸的话 一定有两个缸往下 两缸往下 两缸的话 一缸往上 一缸往下 但是呢 你想为什么有V型引擎呢 对哦 好 我们今天比如说 你2000cc 然后你四缸 一缸大概500cc嘛 那你500cc的话 跟你的冲程有关 你的圆径 大概就是那个范围 我们今天四个缸 如果排在一起的话 我的直径跑不掉 等于说我四个气缸排列 我就要一 二 三 四 我的长度就要这么长 但是我们知道 明明是圆的嘛 为什么不闪一点地方 可以闪啊 我们今天罗说 一颗摆这里 一颗摆这里 一颗再摆这里 大家要有意思吗 一颗再摆这里 长度就会变少了 对 就变短了嘛 所以V型的引擎呢 就可以透过 这一个错位的排列 让引擎长度变短 当然它的所谓的 抵消上下的效果 你就要去算 它这个侧向说 纵向的力量 要算得很准 所以可能它的 平衡所要求会比 这个直列的更为精准 那又有个引擎叫什么 Boxer 我们知道摆横向的 小平对卧的 对 这样的 像我今天带了一个 这个大家的精神指标 911就是 后面也有一台 后面也有一台嘛 对不对 我们老师要把它拿来 示范一下吗 对啊 它就躺平的嘛 对不对 然后左右这样子 所以它平衡信号 然后因为它躺平的 重心压非常的低 又不会有重心高的问题 所以各个引擎的排列 都有它不同的特性 那没有说哪个一定最好 不过其实刚才彭博老师 已经讲到这个气缸素 很多人都会想说 那这样我气缸素 是不是越多越好 现在目前市面上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像三缸四缸 五缸六缸 十二缸 甚至于还有到十八缸的 麦斯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 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这些气缸素呢 它对应的一些车型 有哪些 我们从这张图来讲 可以看到一照期 在这个歌舞升平 油价很低的时代 大家对于大麻利的追究 是有点偏好 就是说像美国人 就像比如说 我们像身后这一台 这个野马一样 就是V8 V10 甚至V12 然后什么关系 就是油多大 给我装多大 反正油便宜 可是到了后面之后 我们发现就是说 像到了近期来的车子 它开始要讲究所谓的油耗 它开始要注重这个排放的标准 所以我们发现 像比如说像Pajot 3008 或者说像Toyota来讲的话 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个 所谓的当塞型的风潮 就是在有说 我刚才有提过 就是说即便我气缸修止 可是我还是会有阻力 我还是需要有部分的油耗在 而且我要把我的重量减轻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镜头上面 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3.08来讲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的引擎是非常空 对 当它引擎是空的时候 也象征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我的重量负担减轻 像我们之前有讲过 像比如说像AMG GTR Pro 它为什么它的马力一样 为什么它的这个秒数可以缩短 因为它用了很多轻量化的东西 是 可是你看我们这边还有提到这个 我们现场这个SL600 你会发现它的引擎是满满的 或者说你有开过 所有这个AMG的车系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引擎是都是塞满的 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这么大的动力 来去支持它 可是相对来讲的话 它的重量就会变多 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比如说像Audi RS3 S3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有讲过到 所谓这个重置引擎跟横置引擎的差别 那我也必须提的就是说 像这个所谓的激素缸的引擎 它的振动是它的先天不平衡 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用 所谓这种所谓的激素缸呢 因为他们希望在性能的表现 在油耗的表现 在空间的表现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讲的是它是一个折中方案 也许它各方面都不是最好的 它的性能不是最好的 它的散热不是最好的 但是整个加起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 因为刚才就像旁德老师讲的 就是当我RS3 我的车体就是这么大 我如果要放到六缸来讲的话 我的车要坐得更宽 那我坐的车更宽的话 我相对的 我整个车身的结构要做改变 所以我干脆省掉一缸 那至于震动的问题 我透过别的方法去减低它震动的模式 我达到它的一个最佳的表现 所以像最后 像我们今年所谓的年度 这个引擎风云奖来讲的话 就是年度最佳引擎评选来讲的话 其实三缸引擎不见得 它就不能得奖 是啊 就是如果它的表现好 或者说它的各方面的妥协 或者说现在的材料科学进步来讲的话 我认为它在整个的平顺度 或者说在动力输出上面来讲的话 并不会差到太多 所以不见得说三缸它就一定抖动 五缸它一定抖动 然后四缸它就一定非常的平稳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旁老老师 就是说以CC数来说 是不是越多的那个气缸数来对应的话 其实是越好的 是是 刚才麦奇兄有提到就是说 约莫是大概450CC到500CC一缸 是公认了 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排气量越大的话 你如果说都是除500的话 你势必缸数就越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缸数多是不是越有力 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不是必然的 但是纲数多一定更顺 这个是确定的一件事情 我刚才还跟乃哥用到模型比 就是说你一次的奥图循环是720度 那今天如果说是四纲的话 一般就在720度里面撞击四次 什么叫撞击四次 那乃哥来帮我拿一下 我们刚才讲动力 帮我这样扶着 我们说动力的来源 对不对 从上面往下吸气 然后压缩 压缩 动力来咯 一点火 一个往下撞 你看这已经转了多少 对 它已经转了 两圈 一圈又四分之三 所以动力就来自于爆炸的那一瞬间 所以车子的引擎 内洋机引擎 它的动力从来就不是持续的 它是点的 动动动动动动 只是它连续的很快 你可能没有感觉 就像我们看卡通 我们说卡通就是视觉战流 它其实是一张一张卡片 很快的连续给你 你看起来是流畅的 那汽车引擎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我现在如果说是四缸引擎的话 我们刚才讲奥图斯是720度一个循环 也就是说360度 它转两圈 转两圈 那也就是说 它爆炸 如果四缸引擎的话 每爆炸一次 除以四是多少 180 它等于720度循环里面 180度 砰一次 180度 砰一次 撞了四次 那你现在如果说 钢数多一点 比如说六缸的话 它120度就撞一次了 那是不是更连续 对 那你说说八缸 甚至十缸的话 它连续碰撞了次数 在720度里面 撞的次数越多 就越连续 持续往前推进 所以缸数越多 绝对是说 它的加速 绝对是越顺畅的 然后震动是越小的 因为它加速是持续的 而不会有一段一段的渐进性 所以更不会有平衡的问题 所以你说 是不是 这个CC数越多呢 这个越多7缸的车越有力 我想CC数多 当然就越有力 那刚才也延续大家讲的 就是说现在车子一般都朝向小缸数 为什么小缸数 因为排气量缩小了嘛 对啊 那排气量缩小之后呢 像你看有些 1000cc三缸车 一缸才300多cc 那看起来也很有力啊 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车身轻 是是是 当然诸多科技 但是绝对跟一件事情有关 就是跟涡轮增压是有关的 对 因为它涡轮增压之后呢 其实就有 somehow破除了 所谓一缸要 450到500cc的这个魔咒 对 因为你压缩比 可以透过呢 增压进来之后 你可能其实压缩比只有8比1啊 涡轮一进来之后 那已经不是8比1了 那已经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所以我想最近有推出了一款车 他们叫做VC Turbo 就是可变压缩比引擎 我想很多观众 最近都很热烈讨论这一款车 QX50 对对对 它就是所谓的可变压缩比 当然可变压缩比 我刚刚不是讲的吗 泪阿金甚至就是一种 所谓的可变压缩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记 我常跟各位分享就是 今天你这一颗引擎 比如说我刚才我的160M5好了 我那个是大马力 小扭力的车 相对 它冲层应该是长的还是短的 观众可以自己回答一下 应该是短的嘛 对不对 一定是短的 马力才可以快 因为它可以动得很快 速度要快 对那你今天如果是像 535D柴油或是扭力型的引擎 它冲层一定长 就比较长 它就长的时候 你很难摆得很快 没办法 转速就拉不高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说一个引擎 它的曲轴 就它冲层固定之后 它注定是马力型就是马力型 它的扭力型就是扭力型 你跑不掉的 所以那个VC Turbo 它就是说呢 它透过一个连感复杂机构 我们也没办法现场做 它就在运转的过程当中 它冲层是可被改变的 该长的时候长 该短的时候短 该长又长 该短就短 所以一方面可以让这个引擎 马力跟扭力兼顾 二方面可以弥补涡轮增压引擎 以前涡轮增压引擎很难开 对不对 刚才我们没力 突然间一刀转就 又拉出来 对不对 因为以前的车就是说 因为压缩 那个涡轮增压进来的时候 会暴震 压缩比调很低 7比1 8比1的 那涡轮还没进来 7比1那么没力 那涡轮轮轮 忽然也好有力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引擎 我们知道缸内直喷 因为喷嘴坐在燃烧室内 压缩的时候没有油气 比较不怕暴震 所以它即使涡轮增压引擎 它压缩比也不用调那么低 可能10比1 甚至11比1 所以那个涡轮还没进来的时候 动力也不错 但是涡轮增压进来之后 有一段甜蜜区 终究压缩比过高 对涡轮增压引擎还是不好的 所以那个VC Turbo 它透过这样一个压缩比 就冲层可变 我觉得精确讲 应该是冲层可变了 使得不仅说马力扭力兼具 也把涡轮增压引擎的一些 缺点全部消拟掉 所以那个车开起来 不仅省油 而且没有质质 而且很有力 我想很多这些科技 又变成说 每一种引擎的好处都保留了 缺点都把它排除了 真的是非常厉害 其实光讲到引擎这个部分 它就是所有动力的心脏 它就相当相当的复杂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 它所有的循环 甚至于气缸素之外 更重要是它摆放的位置 有所谓的横置引擎 纵置引擎 还有反置引擎 这么复杂 那它到底 它们各有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要跟庞德哥借一下 那一个小引擎 小引擎 我们的汽车小学堂 真的好多好多的给机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知道 重置引擎 其实就是你面对车头 引擎是这样摆 直的摆的 这叫重置 横置就是这样子 反置引擎等一下再讲 它一定是横置的 那重置引擎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这样子摆 大家看到这曲轴 不管你这是几缸 这边排出去 你还是要透过这一个 所谓的曲轴出来到动力 这会旋转 旋转出来就是传动轴 传到后面分洞出去 左右两边 当然中间还有变速箱 重置引擎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所有的动力传输机构 都是直的 所以它就传到后轮传动 很好 那你说那我横置不行吗 可以啊 你放成横的 我们车头这样看 它放横的 它是透过变速箱 讲到这里有变速箱 出来的时候 它要转90度角出来 那就会怎么样 不对嘛 动力传输经过90度了 所以它这边可能要接什么 外向接头什么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你后轮驱动就是摆直的 对不对 你直接传到后面 然后分洞两边 你横的你要转90度 太麻烦了 所以横置引擎 就放在所谓的前轮驱动上 可能就不错 或者你把横置引擎放在什么 后轮驱动你就要放后面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的 但是横置引擎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你看我这样摆嘛 我引擎要放 这是一台车 我要放左边一点还是右边一点 因为加上变速箱出来的话 所以它传动就有所谓的不等长 这当然是可以透过现在的科技 来做一些调整 所以现在大马力的前轮驱动车 扭力转向 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 以前真的很严重 不要说多大马力 可能180匹 扭力转向就差很多 就左右轮输出的动力不一样 好 现在重置横置 有谁好还是不好 也没有一定的那个论点 就看你车子怎么设计 这是设计工程师的问题 但是反制这个就有问题了 大家都说我们现场就有车 那台3008刚好是 虽然它是横置引擎 但是它涡轮放前面 也就是它排气端在前面 对 所以代表什么 它的进气是在后面 这叫正向横置引擎 那反制式的横置引擎 就是像我们ARIS 你注意看 它的排气管是在后面 靠近挡火墙 也就靠近驾驶舱 它是在后面 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设计 在很早很早以前 的确有差别 但是现在比较没差别 原因在哪里 以前是为了说 我排气管放在后面的话 我直接从后面排 你有看过排气管往前排吗 没有嘛 往后排原因是什么 我可以减少排气管的 所谓的长度 角度 这样子 所以以前什么在用 赛车 赛车都是排气管这样子 直接往后走 但是市售车要有回压 还有所谓的撞风 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不会用 所谓的反制式引擎 但是我们会知道 进气要 新鲜的空气要冷却 可是你看3008 它的进气在后面 也就是我们一般市售车 挡火墙这边 它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你进来的 那个气体 空气的温度是不大 不大 比较高的 那你比较高 再进去燃烧 那个热效率就不会很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的排气管 坐在前面的话 它的回压会出来 然后再来的话 它可以走的地方是怎样 整个会拉高 所以赛车要要求重心低 所以我不要说我车头 再拉一根排气管再走下面 我如果排气管直接走下面出去的话 我的引擎又可以降低 所以以前用在赛车上会比较多 但是现在为什么说没有差呢 因为现在我们的电脑控制实在很厉害 所以不管你的涡轮放哪里 对反而是你涡轮 现在都说涡轮车 涡轮要放置的位置很重要 你如果像3008 他说乃哥你这样说的话 那为什么他不做反制引擎 你做反制引擎的话 涡轮就要放在排气管附近 那你就要放到后面去 后面去有什么问题呢 可能在驾驶人不是问题 可能在维修上是问题 对 所以在一个车辆的引擎室里面设计 是有很多是为了什么维修方便 或者后续保养方便 所以这要看工程师的那一个手法 因为譬如说像V型引擎也是一样 很多人就是排气管走两边 你走两边的话 你涡轮怎么办 坐两边 所以之前有介绍一台就是这个保时捷 它可以把涡轮坐在中间 等于你说你排气管还要回到中间来 这个就是一个创新的地方 那也是考验工程师在所谓的 这个引擎配置摆放 不管你的排气管位置 进气的位置 其实都是来自于说我对这台车设计的时候 对它未来的输出动力还有维修 还有方便性 绝对不是说给消费者去看的 所以这是比较更深以前在制造面上面的问题 所以你说这个所谓反制或政治引擎的话 其实基本上目前我认为是没有太大差别 只是在于安排上 引擎式的安排上 所以其实并没有对于性能或操控上面有一些提升 但是你对汽车有兴趣 你可以去研究这一个 但是就是说对消费者 你买车的话 你就说反制引擎是不是比较好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3008反过来装 不可能 你这个工程太浩大了 所以刚刚庞总老师 你自己是拿了车要补充什么吗 对对对 因为其实正反制 我觉得那当然也是个讨论的重点 另外就是该乃哥有提到所谓的重裂或横裂 这个部分倒是有地方可以琢磨 我们可以看到该乃哥有讲 如果前轮驱动车的话 一般都是横裂式的引擎 就是这个引擎是这样摆 这样摆横的 因为呢曲轴在旋转 它是摆横的就像旋转 这个在旋转 那输出之后呢 你直接同向的传导到两个前轮 效率最好嘛 那你今天如果说摆纵向的话 纵向 为什么纵向 像这个车就是纵向的 为什么 因为它驱动在后轮 它透过很长的这个传动轴 到后面之后呢 它还是得怎么样 透过一个差速器 纵向变成横向 所以呢纵向的引擎 注定一定会有比较大的耗损 那就算刚才乃哥有提到 那我说摆前轮驱动 我也要纵向 你高兴就好 Audi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你那个地方呢 就跑不掉有一个所谓的动力的一个耗损 但是呢为什么 你看我手要拿这个来是M5耶 性能的标杆耶 那它为什么这样让它损失呢 因为以这个所谓的重量的分配 Balance来讲的话呢 你看你建议一个引擎这么重 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讲的引擎有长度嘛 加冰箱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条状的东西 你摆横的话 我们这样摆 硬生生整个重量压在车头 你这个车的头跟尾的重量分配一定很不平均 一定车头很重 车尾很轻 对 那我现在呢 我为了配重 我把它摆成重向的 让整个重量分配呢 尽量呢不要全部在车头上 甚至像这种性能车啊 还尽量往后挤耶 挤到那个防火墙底下 尽量挤 能够越到中置是更好 是的 像一些跑车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起来就是说 如果你很重视这个车的极端驾驶的性能的话 一定要极端的慢慢开都没差 极端驾驶的时候 这引擎哪里摆放的位置就很关键了 所以必须讲说 一般比较成本走向的车子 通常会做成前驱 然后还是横置的前驱 通常比较重视呢 不考虑成本 但是性能很重要的 通常就做成四驱后驱 然后重置 大概这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